所以我們說講到合法性 也就是我們剛剛在畫那舒適圖的合法要件的地方 合法性的部分 以行政契約來說 他一樣會分為行事合法性 跟實質合法性 行事合法性的地方呢 首先他會有一個方式的規定 也就是他今天會要求他必須要 要事 135條這樣規定 不是135條 139條 等一下我們看法條 當然我們今天遇到要事契約跟明法上面很像 之所以要要求要事要有書面的原因 所謂要事就是書面 其實他就是為了程序嚴謹 他的法條規定在139條 有法條的人可以看一下 沒有的話就聽我唸 139條他說行政契約的締結 應該要以書面為之 但是法律令有規定 用其他方式規定的話 就依他的規定 除了方式之外 他會有一個正當程序的要求 我寫dp dp就是正當程序 due process 讓大家順便給一下原文 法院可以用 這張程序的部分 他也有讓人民 不一定人民 就是他 基本上是規定給人民 因為行政機關就不太需要這樣 他有規定在給人民表示意見的這個機會 首先他有規定表示意見的規定 表示意見的規定 規定在138條到 到141條 不過沒有139條 138 140 140 141 然後包括還有 相關的正當程序的規定 包括有聽證 只是 在行政契約裡面 聽證法無名文 所以當然就會產生爭議說 那行政契約要不要聽證 那實務目前說 他法律沒有名文的話 他就可以逼用 可是 想當然了 如果也會要求程序比較嚴謹的老師的話 當然就會認為要 那這個就是大家 就是可能考點裡面會有 那你就分裂兩說就可以了 然後還會有的是 第三人書面同意 第三人書面同意的規定 是規定在140條第一項 好 當然第三人書面同意的規定 第一項有一個萬年爭點 經典爭點就是 林明強老師他會認為說 必須要排除單純的雙無契約嘛 對吧 好 就幫大家講一下 目的性限縮 排除單純雙無契約 好 然後當然還會有包括其他機關協力 像是這樣 這個規定是規定的140條第二項 表細一件應該是 沒有140 表細一件應該是 不對 剛剛這個法條這邊寫錯 這邊沒有 沒有140跟141 這應該是 100 事先公關 這個應該只有138條 這沒有140 140 這個下面 因為141在講無效的原因 除此之外 有刑事合法性就會有實質合法性 實質合法性的話 一般的裡面 會分為一般跟特殊 一般規定大概是 135條 他會有 應該說141條第二項 他有在講說 有什麼樣的情況 會是無效的 141條的情況 說會有無效的情況 就是135條但書 所以 135條但書就是在講說 如果法律另外有其他規定 135條但書 他說如果因為性質或法規規定 不能締解條約的話 不能締解行政契約 然後你用行政契約為之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會導致 不效 性質不行 就會變141條的無效 另外特殊的規定就規定在 136跟137 136跟137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關於類型的部分 和解契約有他自己的要件規定 跟 雙物契約也有他自己要件的規定 就規定在136條跟137條 好 大概這個就是他合法性要件的一些條文規定 那你有時間可以看一下 那沒有時間的話大概 就知道有這些規定 然後反正你可以翻法條 大概知道有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再往下我們要講行為行事變用禁止原則 行為行事變用禁止原則很重要 大概會是他的重要性大概是跟定性 還有旅約貫測的重要性的地位差不多 所以這一題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題目 有多少 我們要請到去哪一個地方 我們要听到的 我們不要再聽到 請問一下 是 有 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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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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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